67岁元华晋照曝光!没想到功夫了得的他,如今居然老成这样了!头发全白,连胡子都白了,已经无法再演打打沙沙的戏了。 说到香港影坛的大佬,我们肯定会想起红金宝——成龙。 他们两个人的功夫电影深受观众们的喜爱。 而成龙和红金宝都是同门师兄弟,当时也被人称为七孝福。 不过七孝福中功夫最好的可不是他俩,而是一脸坏相的大叔元华。 元华是红金宝的师弟,成龙的二师哥,也是七孝福里面功夫做好的。 特别是他很会翻跟斗,师兄弟们都叫他跟斗王。 正是如此,身形与李孝龙长得十分类似的他,成为了李孝龙的替身。 当初李孝龙十分欣赏袁华的身手,也是承诺要带他去美国发展。 不幸的是,李孝龙去世了,去美国无望的他,在香港电影《黄金期》与《红金报》合作,拍了许多动作片。 如《飞龙猛将》、《东方突音》、《极动奇侠》等等。 由于他长相猥琐琐,一脸坏相,所以常常都是饰演大反派。 而且在拍戏时,元华常常可以以一滴三,也是被香港影视界称为实力型反派。 元华随着七校服打拼,香港大部分电影都有他的身影。 无论是配角还是武术指导,元华都是兢兢业业,而这一干就是44年,元华饰演了众多的角色。 但是却一直都是默默无闻,很多观众只是熟悉他的面孔,却不知道他的名字。 而真正让元华走红的则是和周星驰主演的功夫。 其实周星驰和元华合作过很多次了,在周星驰的《龙的传人》中,元华出演一代武林高手周飞鸿。 此后元华还与周星驰合作了《秦胜》、漫画《威龙》、《独霸》等。 2003年拍摄《功夫》时,元华已经处于隐退状态。 而周星驰又是一个怀旧的人,他知道元华功夫好,所以也是邀请他出山。 评级此片,元华也是获得了三个最佳男配角的称号。 元华因此也是非常感谢周星驰,而对于周星驰的评价,元华曾说过。 周星驰让演员一场戏演十几遍,知道达到想要的效果,虽然大家觉得折腾很累。 但都想拍好戏,也没什么办法。 元华做人讲义气重情义,这一点洪心宝也是曾说过。 他曾在节目中说。 14岁的时候,我每年年30都会和他打架,有一次我从学校逃跑。 从7楼还是13楼跑掉,在一个地方躲了三天,这三天没人知道我在哪里。 都是他给我送饭吃,最后我被师傅带回学校。 他被师傅用藤条打了八十多棍都没吭声,从此以后我就说那你打我吧。 。 不过对于师弟成龙,两位师兄的评价都不太好。 红金宝说成龙嘴巴多,而元华说成龙太吝啬。 元华在接受采访时说过。 。 成龙和红金宝之前最大的不同在于,红金宝比较大方,成龙就孤寒,吝啬。 小时候如果成龙家里人送了什么水果巧克力,成龙都会把它藏起来。 直到有一天想起来时已经发霉才拿出了说一起吃吧。 看来他们师兄弟当年真的关系非常好,不过可惜元华却没有师兄弟的好命,一直是不温不火。 之前更有新闻说元华每个月只能拿三千元的工资,没戏拍时只能领就计,这让人不仅感到心酸。 不是元华士后也是出来澄清,自己在内地发展得很好。 而且片约不断,陈凯歌,张继中都邀请他参演过电影,但是由于当机冲突,他选择了倒是下山。 而今年的春节档电影《唐人街探案》可谓是吸金不少。 而元华也是在里面客串的一个角色,据悉此次元华的片酬只有十万元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不少了,而对于如今的小鲜肉来说连色零头都不到。 何况元华还是七笑福,演技这么好。 对于这个片酬是很满足,自爆料价太高就没人找了,游戏拍已经很满足了。 如今的元华也是67岁了,两瓶半百老派明星。 虽然已经是打不动了,但是却与家人过得非常幸福。 没戏拍的时候就带着老婆一起去国外尽享天伦之乐。 祝福这位老戏古巴。